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股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你是中共二十大后首位访华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元首,充分体现了中古两党两国的特殊友好关系。 古巴是西半球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古关系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合作,发展中国家真诚互助的典范。 中方愿同古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协调配合,在建设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携手并进。 不断深化新时代中古关系。 习近平介绍了中共二十大重要成果,强调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古两党要保持密切沟通,用好两党理论研讨会等机制,加强交流互建,携手推动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进步,共同开辟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新境界,建设好符合各自国情的社会主义。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古巴是彼此信赖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同志,患难与共的好兄弟。 中古传统友谊是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结并精心培育的。 建交62年来,面对风云变换的国际形势,中古双方坚定不移深化肝胆相兆的友谊,坚定不移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坚定不移做改革发展的伙伴。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发展中古两党两国关系,始终将中古关系摆在外交全局的特殊位置。 不论国际形势怎么变,中方坚持中古长期友好的方针不会变,支持古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不会变,同古方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反对霸权强权的意志不会变。 新形势下,双方要增进战略协作,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携手共建中古命运共同体。 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和封锁,愿同古方携手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当前,古巴同志遇到很大挑战,社会主义事业从来都是在奋勇开拓中前进的,我们坚信古巴同志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也会尽力提供支持和帮助。 中方愿同古巴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携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习近平指出,中拉合作本质上是难难合作,以相互尊重为前提,以互利共赢为原则,以开放包容为特质,以共同发展为目标,顺应世界大势和历史潮流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 当前,拉美和加勒比政治格局正在经历新一轮深刻调整。 中方高度重视中拉关系发展,愿同包括古巴在内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一道,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在新时代得到更好发展,更好造福中拉人民。 迪亚斯卡内尔由衷感谢习近平主席在中共成功召开二十大后,邀请他作为拉美首位国家元首访华。 代表古巴党和国家,再次热烈祝贺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热烈祝贺中国在习主席领导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世界进步力量都对此深受鼓舞。 迪亚斯卡内尔表示,我本人和古巴党高层都认真学习了您在中共二十大上所做的报告。 面对异常复杂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古巴将以中国为样板,创造性直面挑战,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 迪亚斯卡内尔强调,发展对华关系是古巴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 古方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 并愿在拉中论坛,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等地区和国际多边机制中,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继续为推进拉中关系,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做出贡献。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两国关于党纪交流,外交部间磋商机制,共建一带一路,务实合作等双边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古巴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中古关系的联合声明。 会谈结束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为迪亚斯卡内尔和夫人奎斯塔举行了欢迎宴会。 网易、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